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依靠劳动创造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 广大劳动者 劳记总书记嘱托 锐意创新 勇于拼搏 奋力谱写中国梦 劳动美的展新篇章 各地牢牢把握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工总要求 扎实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消费市场 人气旺活力足 彰显中国经济强大韧性 一至八月份 我国机械工业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8.2% 系列报道 共建一带一路权威访谈 今天专访江苏省人民政府 相关负责人 截至10月6号 杭州亚运会累计打破世界纪录15次 亚洲纪录28次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大规模冲突 造成双方严重伤亡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依靠劳动创造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劳记总书记嘱托 我国广大劳动者 以高昂的劳动热情 和望我的奉献精神 积极投身 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火热实践中 谱写中国梦劳动美的 崭新篇章 不久前 世界最大水电站 三峡电站 34台机组全开并网运行 实现今年首次满负荷运行 单日发电量超过5亿度 为华东华中和南方等地区 输送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脑 也为正在举行的杭州亚运会 提供电力保工工作 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三峡工程时指出 真正的大国重器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 化源是化不来的 要靠自己拼搏 总书记的嘱托 让当时在场的每个人 至今难忘 总书记当时深情地对大家说 三峡工程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 和资历更生创造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 人感觉特别振奋 这几年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攻克了一系列卡脖子的难题 还把三峡电站的管理经验 和先进技术 运用到了白河滩电站 我们会心怀国之大者 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 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者 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总书记特别强调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要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书记说 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 也是最伟大的 仅仅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是真真切切地能够感受到 总书记对我们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者的重视 我们坚信在总书记的带领下 新增层上 我们的前途必将一片光明 我们也会不断深化自主创新能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的科技支撑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如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 特别是青年人 走上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他们主动对接世界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需要 以锐意创新 勇于拼搏 汇救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总书记指出 要把建设制造强国 同发展数字经济 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 目前我们正利用数字建模 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建设不锈钢5G加工业互联网平台 努力实现降碳与降本的双赢 持续推动发展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都是在一些影视资料 或者书籍中 看到国外的无人码头 如今我也很荣幸 能参与到咱国内 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中 我们正全力推进 智慧化港口建设 在主动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 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 贡献我们青年一代的力量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 归根结底要靠 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新时代我国技能人才 突破两亿人 高技能人才超过六千万人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要畅通技能人才 职业发展通道 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的指示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 扎实推进 一批劳模工作室 工匠学院建立 技能强国 全国产业工人学习平台 以累计培训职工两亿人次 国家新八级工制度的出台 打破成长天花板 给技能人才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平常高级职呈 不管是待遇更好了 更重要的是一份职业荣誉感 我们国家提出要前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产业工人就要瞄准这个目标 一起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 加把油死把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 首次将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 列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下一步 全国总工会将会同有关部门 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 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 着力壮大产业工人队伍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技能支撑和人才保障 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 各地牢牢把握学思想 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推进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 重庆通过理论宣讲 开展培训等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并通过专题研讨交流 线上平台分享等方式 切实提高党员学习效果 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实践相结合 坚持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 始终要以实际行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埋头苦干 为时争先 黑龙江举办读书班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各基层党支部 依托三会一刻主题党日等方式 开展学习交流 夯实理论功底 我们要确实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内化于心 外化于心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精准 更高效的贴心服务 将主题教育成果 转化为简单题 促发展的强大动力 甘肃精心组织 扎实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通过举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读书班等 抓紧抓实理论学习 兰州市的一万多个基层党支部 结合工作实际 通过党员大会 支委会党小组会 开展学习讨论 深学生物党的创新理论 更加深入地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学细物 以学促干 我们要把提升服务群众的 过硬本领 始终放在首位 让农民实实在在享受到 乡葱振兴带来的红利 建设一居一夜的和美乡葱 青海科学谋划统筹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通过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班 专题党课等 引导党员干部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各项工作 有力有序推进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因因嘱托 不断强化党性意识 提高党性修养 做群众的贴心人 随时知晓群众冷暖 努力把主题教育成果 转化为推动新时代 新真诚 社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中秋国庆假期 强劲需求和优质供给 双向发力 城乡市场人气旺盛 活力澎湃 有力释放多层次 多样化消费需求 彰显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假期里一批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集中上市 叠加各种优惠政策 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扩大 假期八天 银联网络交易活跃 从日均交易金额看 住宿行业同比增长约44% 交通行业同比增长20% 商务部重点监测 零售和餐饮企业 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8.6% 绿色健康智能类商品 颇受市场欢迎 从消费需求出发 提升智能化技术 定制智慧化场景 打造更美好的生活体验和品质 重点商圈 具人气强信心的效能凸显 各地把特色文化融入城市地标 打造沉浸式体验式 互动式消费新场景 促进商贸零售 旅游观光 文体娱乐等 多种消费业态深度融合 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36个大中城市 重点商圈 日均客流量 同比增长1.6倍 北京市重点监测的百货 超市 专业专卖店 餐饮和电商等企业 实现销售额92.7亿元 同比增长21.8% 杭州市外来消费金额 达到101.49亿元 同比增长58.3% 人们出行半径明显扩大 中国移动出行平台综合数据显示 假期里200公里以上的 中长距离出游占比超六成 国内重点城市酒店预定量 同比2019年增长两倍 长线游小众目的地的订单量 环比五一假期增长三倍左右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中秋国庆假期 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21.3% 服务消费迅猛增长 各地在交通出行 景区预约 酒店住宿等方面提供便利 提升消费体验 国家信息中心基于消费订单数据研究后发现 中秋国庆假期 我国生活服务消费活力指数日均值 同比去年同期高出47.1个点 旅游休闲娱乐类活力指数更是超出去年同期215.4个点和103.8个点 服务业正处于快速恢复的景气区间 假期市场呈现出市场火爆 文化味浓 烟火气满 潮流氛足 获得感强的一系列新特点 消费市场的恢复和不断扩大 彰显了中国消费的巨大动能 也彰显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 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累计22.04亿人次 日均2.75亿人次 比2022年同期日均增长68.1% 今年假期 全国铁路日均发送旅客 1763.6万人次 比2022年同期日均增长158% 其中9月29号发送旅客2009.8万人次 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假期全国铁路短途客流占比达到了61% 中长途客流占比为39% 客流呈现出行范围广 高峰时间长 日均客流大等特点 我们精准实施一日一图 为重点旅客免费提供进站 后车 乘车 到站 等全流程的一般到底安心服务 公路方面 全国高速公路保持高位运行 随着公路网将城市和乡村 景区与城镇 边疆与内地紧密连接 公路出行凸显自驾游行程长特征 特别是甘肃 青海 新疆三省区的 高速公路流量 同比增幅均超过200% 民航方面 全国民航日均运输旅客 213.5万人次 同比2022年同期日均增长194.9% 除了北京 上海 重庆 三亚等热门城市航线火爆外 三四线城市的航空市场热度增长明显 直接拉动当地的经济 今天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 今年1-8月份 机械工业累计实现出口总额 5222亿美元 同比增长8.2% 机械工业的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一般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保持在70%以上 我国机械企业积极探索外贸发展动能 租赁贸易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等 多种外贸方式加快发展 1-8月份 上述出口方式增速均超过40% 记者同时了解到 我国机械工业对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保持增长 此外 机械产品出口结构不断升级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形势良好 1-8月份 汽车 起重机 装载机出口同比增速均超过60% 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上的江苏省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推动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双向护迹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新征程上 江苏如何更高水平推动对外开放 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权威访谈 来看总台记者对江苏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马新的专访 近日 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 从连云港启程前往哈萨克斯坦 近年以来 这里平均每天倒发中欧班列2.3列 长三角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作用日益凸显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雍江达海的江苏省深化陆海统筹江海联动 建成一吨大港十个 开通国际集装箱航线89条 中欧班列累计开通线路24条 覆盖欧亚近80个城市 江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阴影嘱托 以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为总览 推动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的双向护迹 共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 大力发展多市联运提升双向联通的能力 努力打造陆海统筹内外联通的战略通道 建设具有世界巨合力的双向开放枢能 深化产能合作扩大经贸往来 十年间江苏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进出口年均增长7.2% 合作园区建设大力推进 搭建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 一批国际产能合作平台 不久前江苏经贸团前往乌兹比克斯坦 阿联酋沙特等国与当地政企对接交流 进一步提速合作区建设 并在能源交通等领域达成30多项合作意向 比如说中安产业园正在火车建设过程中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已经签约的项目 大概有25个 我们发挥园区经济的优势 共建全面开放的新高地 把境内外合作园区打造为对接国际规则 深化产能合作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和空建载体 站在新起点 江苏将深入实施五大计划专项行动 从拓展国际综合交通体系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促进思路贸易 提升重点合作园区 塑造人文交流品牌等五个方面 全方位多层次与共建国家 开展合作与交流 对标对表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形成制度性开放新优势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深入实施五大计划专项行动 打造更有针对性的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更好的发挥 江苏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枢纽作用 给全省之力 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努力为绘好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 增添江苏的色彩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 今年中秋 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1181.8万人次 日均147.7万人次 10月2号出入境人员突破167万人次 为节假日期间单日最高 国家邮政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快递与包裹 25.75亿件 投递快递与包裹25.72亿件 邮政快递业积极探索 快递加旅游的行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为景区游客提供旅游纪念品 当地特产 行李祭地等多项服务 近日国家标准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城市标准化行动方案 提出到2027年 城市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基本建成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 智慧城市 绿色低碳 生态环境 文化服务等领域 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50项以上 近日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输水管线铺设全面展开 这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从广东云浮的西江干流取水 向西南部的湛江等四市 112个乡镇输水 全长超490公里 进城后将汇集广东西部 1800多万人口 6号 肯尼亚铁路局 邀请了国际组织官员 和多国驻肯尼亚使节 乘坐蒙内铁路客运列车 他们亲身感受了 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给当地人民带来的 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天由1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驻肯尼亚外交使节 组成的使节团 来到蒙内铁路内罗币站 从这里出发前往蒙巴萨 在蒙内铁路通车以前 人们往返内罗币和蒙巴萨 主要靠长途汽车 耗时12小时以上 蒙内铁路通车后 两地通行时间缩短了一半 看看乘客的数量 如果他们都是开车往返 每年需要多少辆车 可能是上百万辆 但现在只需要一列火车 大大减少了能源消耗 这就是绿色 这次旅成令人激动 可以亲身体验中肯务实合作的成果 从生态角度来说 蒙内铁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因为它的建设充分考虑了环境问题 蒙内铁路2017年5月31号投入运营 截至2023年9月30号 蒙内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860.9万吨 旅客1115.5万人次 蒙内铁路全面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 乘坐蒙内铁路列车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这是中非合作成果的实证 在埃塞格比亚也有类似的合作项目 我们非常高兴 沙特阿拉伯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 我们有不同的具体目标 但我们展开共同的合作 我们还将继续这种合作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 过去一周内 俄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乌军攻势 摧毁乌方 组装无人机的车间 储存火箭弹和巡航导弹的仓库等 俄防空部队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继续在梅利托波尔 以及巴赫木特方向发起进攻 打击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 防空阵地 通信中心 雷达站等 美国国务院6号宣布驱逐两名 俄罗斯驻美使馆工作人员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通诺夫随后表示 美国国务院未解释相关理由 安通诺夫同时强调 上个月俄方驱逐两名美国人 因为他们实施干涉俄罗斯内政的活动 企图损害俄罗斯国家安全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今天爆发大规模冲突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以方对加沙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6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 多人受伤 以色列媒体称 巴武装人员的火箭弹袭击 以及在以色列多地的地面袭击 造成以方至少22人死亡 545人受伤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和加沙城等地 今天传出巨大爆炸声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巴勒斯坦卫生部长马伊凯拉已宣布 所有医院进入紧急状态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召集紧急会议 予以应对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声明称 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目标发动空袭 一方称 以色列境内遭哈马斯火箭弹袭击 还有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带潜入以色列多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 以色列处于战争之中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 以南部多个城镇有交火发生 哈马斯方面当天称 为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 他们发起打击行动 在第一轮攻击中 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弹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在哈马斯采取行动之前 大批以色列人近日进入 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尊贵禁地 以方称圣殿山的阿克萨庆真寺 这一地点长期以来 是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 今年以来 巴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以军在约旦和西岸多地 实施多次搜捕行动 与巴勒斯坦人冲突不断 双方还在加沙地带 耶路撒冷等地爆发多次冲突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6号在西班牙南部城市 格拉纳达举行的 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未能就备受关注的 移民问题达成一致 波兰和匈牙利当天 对欧盟移民制度改革 表达强烈不满 根据欧盟涉及移民制度改革的 相关方案 将对进入欧盟国家的移民进行再分配 拒绝接纳的国家 应向接纳国家支付费用 波兰和匈牙利批评欧盟 这是在推行强制命令 今年以来 欧盟移民问题再度恶化 已有大约25万人涌入欧盟国家 德国经济事务与气候行动部 日前发布消息称 德国将重启一些此前关闭的燃煤电厂 以应对能源短缺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受欧盟对俄制裁等因素影响 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危机 根据德国天然气储存运营商 最近的一份报告 除非采取增加燃料基础设施等措施 否则在这个冬季 德国将继续面临能源短缺风险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